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指导 澎湖县政府建设处主办的111年度 澎湖县商圈街区营造竞赛补助计划 日前在中央街展开定幕具开演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逛老街,看好剧 穿着古装布衣,肩上挑着满满的澎湖特产 后面甚至还有身穿官兵服的人跟着 难道是古代人不小心穿越到现代来了吗? 其实这是由县府建设处 办理商圈街区营造竞赛中的定幕具 拜妈祖求姻缘 如此别出心裁的演出 就连马公商圈协会现任理事长孙一中 及前任理事长鲍威弘 都粉末登场参与演出 藉由定幕具让游客不但能够在停留这边时间久一点 同时我们也提供这个戏湖 从河南人、日本人到明初的衣服 有提供给游客 跟着我们剧组演员来这边表演演出 这样相对的他时间就会停留更久一点 剧情内容的安排不仅让游客经过能够驻足 更希望能借由定幕具中人物的对话 对澎湖的历史背景、特色美食 及生活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帮助游客更进一步感受澎湖的韵味 在机场的情景里面 我们会带出我们棚屋的特有的产品 包括黑糖、糕、花生、酥、咸饼等等的东西 在演技之中就顺便带出去 让游客知道说棚屋的特产的来游是怎样 这样可以推出这些产品 让各个店家都能够有带到这个消费的市场 定幕具从8月5日起至10月1日止 将安排50个表演场次 定于期间每周五至周日上午10点及下午4点 每场次演出30分钟 有兴趣的民众欢迎前往欣赏 记者蔡红翔、吴孟伦报导